赖清德23号在金门参加相关活动讲话时 大肆渲染所谓中国威胁 煽动两岸对立对抗 对此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周凤莲昨天表示 赖清德当局极力渲染所谓中国威胁 肆意挥霍台湾老百姓血汗前购买武器 穷兵独武 一步步将台湾绑上台独战车 裹挟台湾民众将台独爆灰 却口口声声说希望两岸和平发展 再次暴露了赖清德当局打着和平的幌子 大搞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的虚伪嘴脸和阴险本质 朱凤莲强调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 是台海和平稳定最大威胁 是导致台海兵凶战危 岛内社会撕裂对立 民众利益受损的祸根乱源 两岸同胞要团结起来 行动起来 坚决反对赖清德当局的台独挑衅和冒险行径 还台海以和平 还民众以安宁 安宁 安宁